由伊能静当年至今情号李梦主演电影《摇滚英雄》如今正在北京鼓楼热拍 影片是伊能静工作室成立以来首部推出的电影作品 将继交国内的摇滚青春展现年轻人的不羁和热血 据主演李梦介绍该片以王妃和窦围的恋情婚姻为蓝本 免疫了他们曲折迷离的爱情 故事剧情和王妃窦围那个真实的生活有90%的类似 既然是诠释王妃的爱恨情仇 如今面对王妃的回音过烈 李梦表示心情非常复杂 我没有因为王妃跟李亚鹏离婚我就觉得特别伤感 我是因为我就是很伤感 可能因为我演的这个角色跟王妃之间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那天我很难受 他现在跟李亚鹏离婚可能也是因为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他们之间精神上已经不能再联系在一起了吧 我觉得王妃把她的她对爱情对人生对这个所有的理解都放在她每一首歌里面了 所以她每唱一首歌就是她对自己的表达 那你觉得王妃跟李亚鹏离婚是不是用哪 王妃的哪一首歌来诠释 因为爱情 怎么会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哪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